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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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題由 對號入座 做哪裡 球場低排 Yeah 季後賽熱鬧開打 開始了開始了 6月3號 6月4號 6月5號 這三天的季後賽 那兩個對戰組合 其實國王對宮城師賽前就有很多的討論 那夢翔佳跟勇士也打出來另外一個風格 我們在這集節目請到的是 我們在邀請自我多期回顧裡面 我相信我們把這個人的招牌亮出來 應該是最有參考價值 而且他說的這個包含廠商的戰術和戰略 我們來聽一下我們的言行書教練怎麼說 歡迎 柏林好 Herry和Donny 三位主持人好 這個蠻意外的齁 我們先講兩個對戰組合 我們先講國王跟工程師 師王戰 賽前大家都覺得說這個比賽很激烈 應該是五五波打到第五戰 國王有國王的優勢 工程師有工程師的優勢 可是怎麼會兩場比賽國王的輸法都一樣 這也讓我其實真的蠻意外的 因為國王其實他的洋將的配置 我認為是專門針對工程師星巴爾來 那他三塔的優勢的運用 然後造成兩場結果比賽一樣 我覺得其實討論的空間很大 內容也非常豐富 就是說怎麼樣在Q的使用上 比如說第一戰 一開始Q就先發了 是整季沒有嘗試的 攤牌攤得很早 很早 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王牌亮出來 因為Q的第四節優勢 就等於是星巴爾的優勢 所以你一開始就把Q的王牌亮出來 就表示你前面可能想要把比分給拉到一定的程度 那Q在第一戰打38分鐘顯然效果不好 但是第二戰調整Q的使用方式 我覺得是成功的 但是在其他的應對方面 工程師的本土球員還是 發揮的比較淋漓盡致 相對的 國王的替補球員的發揮的話 我覺得一高一低的結果 造成的零勝二百國王二連戰都輸的結果 可是這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剛剛蘇哥講第一戰Q擺上先發 以教練的立場可能是想要在比賽一開始 就拉出一個優勢 國王也確實做到了 在一開始開局打得很好 但是怎麼會在中後半段 在上半場的中後半段 比分被壓過去之後 從此不回頭了 我覺得就是你必須要了解Q的引擎可以走多遠 他就是一個極高效率的球員 比如說在六到八分鐘之內 第四節他等於是第二個洋將 那如果你使用他在整場三十八分鐘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個有效率的球員 他的整個效應被稀釋 那大家都希望 我明明有一個王牌在那邊 那我就要依靠我的王牌 所以造成了其他國王的本土球員 他發揮的空間受限 這個就好像有一個例子 過去洋基隊的救援王李維拉 李維拉他投第九局很厲害 他投20顆球的時候 他的載制力非常好 但是他投到四局五局 他後面一定會被打爆 太好的例子 不用到四局五局 他有時候第八局上來 第九局就被打爆了 因為當時有同性 李維拉好像投超過 就投超過六個還七個人 他的載制能力是直線下滑 直線下滑 所以我覺得Q的使用方式 在第一戰也受到了一些很大的討論 就是說像李維拉的例子就很好 那Q他明明只有可能25分鐘 極高效率的演出 然後依照他整季的體能跟喪事的情況 他也只有25分鐘 所以在第一戰這麼快就說哈的情況下 我覺得對國王隊的整個陣容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第二場比賽呢 主場球隊新竹界的公分是97比86 是第一戰贏了9分 第二場比賽呢99比91贏了8分 輸贏的分數都很接近 那同樣有特色的是呢 同樣在第一賽開始的前面5分鐘吧 5到6分鐘 國王隊一開始都是先拉出一波 大概10分以上領先 第二場我記得最多時候 曾經領先到19比3 國王隊可以開局 所以表示他們在準備上面 是做的沒有問題 有確定 他們在開局上面打得非常勤勻流水 他們做好萬決的準備 可是怎麼會在中等 他們都是在第一節中段開始 分數慢慢被趕上 第一節的尾聲他們還是帶著些微的領先 進入到第二節 第二節中段被翻過去之後 這比賽蓋過去就不回頭了 其實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國王在連勝時期 你看到國王隊的感覺是怎麼樣 就像他們第一二戰的開局是一樣 他們利用很多反快攻的機會 然後空間很大 高位的擋拆之後 創造很多底線射手的機會 所以他們球的流動跟切入的空間很大 對 所以你看他第一二節 你回想起來看 他們得分的模式很順暢 開賽都是這樣子 開賽都是這樣子 但是他在例行賽林勝的時候 你看他第二陣容的表現 你可以提出幾個人的名字 譬如說減右者 他一上來 毫不猶豫就有外線 然後楊敬明四關掌 他在切入的空間 他不管是打慢 打低位打快 都是以他為主軸 但我們看到在這兩場 第一節後半段之後 他們的速度跟他們想要打的模式 其實是比較模糊的 你沒有想說 他們到底是想要 以誰為進攻的主軸 那顯然看起來 是想要利用雙塔高度的優勢 去攻擊星巴 但是效果並沒有太好 因為國王本來就是打小球陣容 跟Fight Out陣容 很棒的一個球隊 所以你看 他替補的一個三分線 其實是帶給他整個球隊活力很棒的 一個能量的現象 就是說你看到他例行賽的時候 你看到不管是 林鋒 或者是小麗 或者是減幼澤 他們在替補有表現的時候 整個球隊的氣氛 就很像是一個超級強隊 就是第一陣容 第二陣容都有外線 然後他打得很開 打得很活 你可以看到他的很靈活的一個球風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他輸球的情況 比較像是他的空間 並沒有展現得非常好 他的球都流動的速度變少 然後他的替補的射手是完全熄火 回應到剛才舒哥講的這個部分 這三分線的替補選手的出手跟命中 兩場比賽加起來 國王隊在三分線外的出手命中數 Q不算的話 Q我們算是主戰陣容 我們算是第二T隊的選手 三分線國王兩場比賽 十一頭一中 張文平進得更 簡佑哲沒有命中 洪凱傑沒有命中 林士軒沒有命中 就只有張文平進過一顆 這進攻教練看來應該會流淚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板凳 這兩場比賽 國王隊的板凳 剛好就是各得9分 而且第二場的9分是Q喔 所以基本上其他的奔路權 完全一分都沒有得喔 而且第二場的板凳得分 全部來自於上半場 所以下半場板凳0分 那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蘇哥你怎麼看敏哥的表現 這兩場表現 因為在季賽 就是例行賽的時候 敏哥都是 算是第一優先 或第二優先的進攻選擇 可是在這兩場比賽 你會發現敏哥也不見 確實 敏哥他在很多進攻的時候 都是在協助隊友 講說在拔球線那邊當中繼點 或者是反正他 大部分時間都在弱邊 然後就是變成那種 底線的那種 趴爆的那種三分球射手 可是你拿到球 也都沒有什麼進攻的慾望 所以到底敏哥這兩場 發生什麼事情 我還是一樣覺得可以去 看他們連勝時期 就是說阿敏四關掌 在連勝時期的時候 你看他進攻的主軸 他的球權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但現在季後賽的時候 我們很 包括第一戰 跟剛剛第二戰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主軸上 比較想用高度跟雙塔的優勢 去擊敗工程師 所以你看阿敏持球的比例 他的球權使用率 看來他有沒有下降的非常非常多 或者說他擋拆或低位單打 你看他的低位單打幾乎消失 他本來低位單打是創造很多 上罰球線跟國王替捕射手的機會 而且阿敏會去找那個mismatch 然後去打那個小後衛那種感覺 沒錯而且你可以觀察到 阿敏在切入的時候 他常常會遇到 不管是Thomas或者是Q在裡面 所以他現在站上罰球線的次數 是不多的 而這個就是打法 就是看看國王隊 是想要把進攻的主軸 放在阿敏身上 外圍身上 是想要用凱燕跟阿敏 去創造一些協方的機會 還是想要用雙塔去創造一些空間 好我們講完了國王隊碰到的問題 那國王隊另外一個問題是防守上的問題 但國王隊防守上的問題 剛好呢 也就是工程師這兩場比賽 他們在攻擊上面或享受到的一些優勢 所以我們把國王的問題 防守的問題跟工程師的進攻 我們可以來一起討論 工程師這兩場比賽進攻 其實英球不是靠先拔 大家應該同意吧 同意 完全不是靠先拔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靠著本土球贏更多的發揮 因為兩戰其實有不一樣的人跳出來 第一戰印象很深刻 在下半場的李嘉倫 好幾隻衝擊藍狂 高國豪甚至田浩 那朱雲豪打得不錯 那第二場比賽當然不用講了 朱雲豪甚至拿下了全隊最高 24分 而且其實在上半場有幾次 球隊快要分數這個被追上 或是在拉鋸的時候 幾個這種意想不到的三分線 其實他有點像是在第一戰法師的那個角色 幾個大號三分 然後出席不易的經兵這種連續兩三波 把這分數拉開之後 國王感覺那個時候好像就有點棄手 其實第一戰在 就是國王開局開得很好 那 我覺得當然 以 比賽內容來講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法師 可能前面表現得很掙扎 然後中間突然開始發瘋 然後骰到幾個六之後 把那個氣勢蓋過去之後 從此一路不回頭 不過我覺得 更重要的另外一個點 因為剛剛一直講open土球 其實灌輪教練在一開始第一戰 球隊比較混亂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換人的調度 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關鍵 他把高國豪換田浩 那田浩上來之後 其實把整個球隊的節奏 包括跟羊將之間的搭配 所以法師那個時候才封得起來 我覺得田浩在這邊換上來 是蠻大的一個關鍵 其實第二戰也是一樣 你只能看第二戰一開始 我記得19比3 19比6的時候 那時候工程師換人 他也是讓高國豪先上 讓田浩先上 從那個時間點 其實連續兩次都是換上田浩之後 這分數開始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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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田浩跟辛巴的搭配 或田浩在組織整個 控制那個tempo的那個能力 其實我覺得是真的 會比高國豪好很多 而且就像灌輪教練講 他們在主場的時候 有打high了 像開局 兩場的開局 其實工程師都打不好 就打high了 都太興奮 打得太快 然後失誤一堆 像田浩來講 其實就是可以穩住 那個工程師的那個tempo 那種感覺 而且因為我們在賽後的時候 有跟灌輪教練稍微聊了一下 他說換上田浩 但一方面是 他跟洋將之間的配合 還有整個節奏上 他的掌握是比較理想 第二個是田浩這樣子打 他會帶著國豪的情緒 確實 確實 因為我覺得以我來分析 高國豪他需要持球得分 他需要焦點在他身上 但是呢 田浩呢 他會把整個球隊的攻勢 他會把球分享給隊友 他會撕裂對方防線 所以田浩是不需要 交點在他身上的 所以 這個一上一下的話 我覺得工程師都在 球員不同的個性上面去運用他 這就運用得很得當 然後他們也可以在他們自己的 common zone裡面去發揮 所以你看田浩 田浩什麼時候最興奮 他撕裂防線 傳一個妙傳的時候 他最興奮 或者是打板傳給辛巴的時候 他就很爽 他就很爽 爽哇呀 整隊興奮就行 高國豪什麼時候最興奮 Ankle Breaker的時候 他自己單打的時候 然後他最興奮 高國豪在第一場的第四節 不是一個在空中360 然後一個反傳 他後來就下得超爽的 對 剛剛講到這個 因為田浩在第一場的第四節 剛好空拋給法師一個 然後田浩也很興奮 法師也很興奮 其實那個時候 整個球隊的氣勢已經衝上去 那已經不會回頭了 對所以高國豪跟田浩運用 我覺得這是冠輪 在調度上面非常成功的一步企業 而且冠輪教練 我發現他的調整很快的是 在他防守上面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國王隊的主要的戰術 都是以高位擋拆 湯瑪士跟凱燕或是阿民 在那邊在高位上面做一些輪轉 可是我發現冠輪教練後來 做了一個叫三二區域防守 帶叮人 整個把國王隊的高位擋拆 整個這個戰術瓦解掉 變成說他們在switch的時候 變成沒有人open 然後再往下丟的時候 也不容易丟 然後丟到了 下面還有個星巴在那裡 根本都沒有機會 反正就是這個防守的戰術 一轉變成這個戰術之後 工程師整個就起來了 好那我們已經講了很多 工程師跟國王這個系列賽 雙方的優點缺點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了 另外呢 夢想家對上了富邦勇士 這個比賽呢 最後的比分是 台北富邦勇士 98比89 9分差幾百了 福爾摩莎台信夢想家 這樣比賽也非常的激烈 而且不同的是呢 在季賽的時候 夢想家兩次大逆轉 20分左右還有2025分 大逆轉了勇士 但這次是勇士 演出了22分的大逆轉 這場比賽其實跟我們剛剛看到的 國王跟工程師的比賽 那就是很不一樣 它又是另外一個不同風格的比賽了 工程師跟國王感覺上比較是 進攻為主的比賽 因為工程師攻得很順嘛 然後氣氛打得很high 那另外一邊 夢想家跟勇士的比賽 就很像我們認知的季后賽 焦土戰 對對對 以防守為主 對 然後肢體碰撞很多 然後得分很低 那像 以這一場比第一戰來講 夢想家跟勇士 第一截25比13 勇士最值得13分 整個勇士隊 我們認知他是整季以來 得分效率最高的球隊 上半場只得33分 所以 而且兩隊 上半場 上半場是沒有快攻 因為快攻是0分 因為大家打得很小心 你沒有什麼失誤 也沒有什麼轉換快攻的機會 因為籃板一下來 可能在剛拿到籃板 就已經退防了 這是典型的季后賽 第一場球 大概都會是這樣子 就是說 第一場球 以教練的佈置 跟球員的心態來說 就是說 我不能讓 尤其是組長球隊 我不能讓你覺得 得分是輕易的 但夢想家 確實做到了 你看他們每個 防守籃板的保護 跟一對一的防守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 系列賽第一戰 是截然不同的 對 一對一防守 夢想家整季都 表現得非常好 對持球者的防守 然後呢 他們一上來也是 雖然沒有固定的得分點 那他們每個球員的發揮 也是非常有自信 包括永勝的投籃 立幻 等個轉換 但是就是在 尤其受傷之後 整個戰局改變 因為我覺得 尤其就是夢想家 最重要的洋將 我也是這麼覺得 他是 絕對是夢想家 最重要的洋將 因為 他是屬於在 防守禁區的能力 跟進攻側陰上面 都是比較平均的 所以他對夢想家而言 我覺得就像是 湯瑪斯對國王而言的重要性 所以夢想家在失去了 尤其之後呢 他們感覺到 後半段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 並沒有這麼大的影響 但第三第四節 你可以看到 整個進攻攻守的節奏 就有點猶豫 但 其實夢想家對富邦 可以看到出很多比賽的內容 這兩個教頭的對戰 非常非常精彩 我也覺得尤其 尤其真的對夢想家 超重要的 尤其這一季在 平均得分大概20分吧 那尤其在加入夢想家之前 二月的平均得分大概85分左右 然後 三月大概90幾 那四月只要尤其一加入的時候 直接破百 當個月的 當月的比賽平均得分到102 那尤其在夢想家 打了12場比賽 有6場 夢想家分數是破百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來講 你就可以發現尤其對夢想家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進攻 你可以看到關鍵時刻 在第三四節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只有一個人 非常有自信的殺進殺出 阿吉 阿吉的持球的破壞 跟投籃的選擇 但是你看 在失去Yalkovich之後 他等於是 感覺上是功長難民 因為有時候你可以 可以看Yalkovich在攻擊跟側翼 有時候你可以看阿吉 有時候可以看到他們配合 然後其他的夢想家的球員 都很認真防守 我不得不提 簡浩是我看到他 整個在台灣打球的生涯 對 過到生涯喔 這麼厲害 我從來沒有看過 簡浩的防守這麼認真 簡浩 只有在加入夢想家 感受這個團隊防守的 被感染了 我的天阿 簡浩的持球防守 落邊斜防等等 防守這麼好 所以他是可以的啦 他是可以的 所以環境真的可以改變一個人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 我們回到 如果是Yalkovich沒受傷 你有阿吉 Yalkovich的牽制跟破壞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簡浩會有很多外圍空檔的機會 但是簡浩在這場球 只有在後面 在追分的時候 他有幾個三分線的嚴肅 其他的基本上 都沒有太多的機會可以出手 另外講到是夢想家 這邊的阿吉 林俊吉 那阿吉在加上比賽 第四季確實有好幾次了 就靠了他 他幾乎是要把球隊的勝利給拿下來 但是 也要講 因為他在防守上的劣勢 他其實也變成了好幾次 台北富邦勇士打點 在Switch之後打點的對象 那不論是詹宗憲 林志杰 甚至我們看到像 林書伟 好幾次想要在背框單打他 周桂宇我記得好像也有一兩次 所以這也要講到說 雖然說在防守上面 你團隊的防守 意識有個人的擔放能力強 可是在現在籃球來講 如果你這種 身材的劣勢還是蠻明顯的 你沒有高的側翼的時候 我覺得少了Walko就差很多 因為少了Walko之後 我相信阿吉這個點被換掉 打點的機會應該會降低很多 你看少了Walko之後 夢想家其實他在整個 搶手之後的兩億的快攻 其實給各隊的威脅都很大 因為有時候錢肯尼他可以切入撕裂 然後你看他在快攻的腳步 有時候Walko又會 有時候他們兩個的結合的效應更大 所以少了Walko之後 少了Yankovic之後 阿吉的單防就變成了一個被放大的缺點 如果有Walko在的時候 其實調度的一個靈活性會更大 因為他就可以過來HELP 因為他有兩個側翼的好的防守拳人 一個過來HELP 另外一個遠邊還可以做一些支援 至少不會像這樣比賽下半場 一直看到不論是中線從中路切 或者是拉開一邊找阿吉打 其實也因為就慢慢慢慢 因為富邦勇士他在追分的過程 他並不是像工程師這樣 有很瘋狂的射手 來個三分線 然後一個四分打 然後把分數你看他蓋過 他是慢比較像精吞蟬石 是慢慢慢慢 一球一球來的 從22分開始慢慢追 從20分 他很像我們典型教練 希望跟球員講的 我們落後20分怎麼辦 一球一球來 先把分數先看到15分 15分之後呢 我們越過10分的障礙 看到個位數 然後再來呢 10分之後我們拚到5分 5分之內 球員之後信心圈好像有機會 咬過去 然後追恩平手 然後慢慢2分 3分5分 其實勇士的贏球大概就是講 從落後最多開始起算 到第四節 他每一節每一節 當然第三節跟孟蔣佳的大方 幾有關係 可是扣除掉那段期間 其實勇士並沒有連續快速上分的 可是我們講到第三節大當機 其實說真的 你直接去看勇士的數據 其實他們的命中率平有很高 大概三成出頭而已喔 他們完全就是靠罰球 因為孟蔣佳太早示範 太早讓勇士進入加法狀態 所以第三節勇士 他投了16個罰球 進了13顆 其實我是本身是非常看好孟蔣佳的 因為他們在整個賽季的防守 強度是維持一致的 你可以他是跟國王剛好相反 他是有手帶攻的 變攻的一個球隊 對 所以我才說 對於受傷之後 他們等於是 失去了那個支柱 就是說他們攻守的一些側硬 跟關鍵時刻得分的 人選 內線的人選不見了 那再加上 Walker的受傷 所以 這個系列賽 對孟蔣佳來說 是嚴苛的考驗 充多吉少 可是搞不好 因為孟蔣佳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 很有正能量的球隊 會不會在這種逆境中 反而逼出最強的孟蔣佳 那更好啊 那更好啊 那就表示我們會看到更精彩的比賽 對 因為當Yankovic受傷 當晚就是 當然孟蔣佳全隊 包括球迷 就是氣壓非常低迷嘛 那孟蔣佳的心腹官 立宗哥 馬上在他的臉書 就是發了一篇文章 他包括激勵自己 然後也激勵球迷 那我覺得這個 也是孟蔣佳的一個X因子 他可能因為這件事之後 全隊更團結 打出更孟蔣佳的籃球 搞不好 一個氣勢就這樣上去了 好啦我們在這一集的節目呢 回顧了在系列賽的兩個對戰組合 其實說真的 以在比賽的強度還有張力來講 其實也如同我們在開賽前的期待 其實真的是打得蠻精彩的 真的精彩 兩個系列賽是完全不同的風格 沒錯沒錯 而且其實跟很多人的預測 我相信也現在是跌破了眼鏡 因為很多人預測的第一個回合 國王隊可能會解決工程師 然後夢想家應該會踏過勇士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很多人的預測 可能都眼鏡 開始要剪碎片 剪碎片 滿地 好啦那我們就繼續觀察看看 因為這是在第一個週末 那應該要到第二個週末 結果在第一輪才會出現結果 到時候呢 我們也會讓我們的觀察 來跟所有的球迷朋友分享 提供大家在看球秀的一些樂趣 我是王柏林 我是Henry 我是Tony 我是演藝新蘇 球場第一排 我們下次再見 Bye